聯邦檢察署公布一份大陪審團起訴書 取代上週提出的刑事訴訟 加州參議員余印良與另外19人上月26日遭到逮捕 余印良是代表三藩市的民主黨人 被控密謀和聯邦調查局的臥底探員 與菲律賓軍火交易商牽線 從而換取競選捐款 以及以政治影響力交換現金等罪名 如果罪名成立 最高刑罰將達到監禁120年 新起訴包含刑事訴訟列舉的相同指控 但又增加了兩名被告 針對華埠子宮堂的犯罪組織調查 包括龍頭周國祥在內 總共29人遭到檢控 調查局指稱子宮堂是幫派集團作為掩護門面 目前仍有9名被告在途 余印良已經繳納50萬元保釋金獲釋 但尚未對控罪答辯 他和大多數被告包括蝦仔周國祥在內 預定下週二提訊 此案增加的兩名被告為 張霞烏和通宅爭 兩人被控在紐約 向同一名調查局的臥底探員 購買非法香煙 星島記者張正報導 括弧塔 吉他